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继续讲台湾 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称为 风婆子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曾经形容2019年香港街头黑暴 是美丽风景线 今天她亲自为台湾带来一道真正的美丽风景线 并且已经印在T恤上 去纪念解放军还台军演 还成为了网上热手 风婆子船风式喘访台湾 陈康冷调地重复 说会支持台湾争取民主自由 但是口谓而实不至 留下一地鸡毛 搞分裂国土 挑战祖国主权从来没有好结果 蔡英文和她身后那群台独分子 就要认清楚作为反华势力的棋子 会有什么下场 近日网上热传另一条短片 访问了台湾青年对两岸开战的看法 街头受访的十多名青年都说不想打仗 他们说感觉台湾会输 又说我们要珍惜生命 生命有更有意义的事要做 有些人就干脆说怕死 我还想活得久一点 如果真是打仗 他们说我会先走 又或者说我们是同胞 赶紧就走到对面 并不敢说 不知道蔡英文和那些一直为台湾脱离中国 敲锣打鼓的政客们 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呢 他们知不知道真正的民意是什么呢 不少受访者都表示希望和平 有些干脆就说统一把 不管这些街头访问有没有代表性 但是蔡英文政府和疯婆子这场闹剧可谓首尾场 政坛高人分析 环岛军演正表现出一种新的现状 与1996年台海危机相比 今次解放军的实弹演练范围 早就已经超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团团围住台湾 这种演练会不会成为新常态呢 当然有机会啦 经过多日的环台实弹演练 落北的时候国务院又发重炮了 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强调会尽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连续多日在台湾岛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 是对台独势力的严重警告 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白皮书也提到 中央现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 而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白皮书又点名批评美国一些势力 企图以台制化 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制造障碍 又指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亦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白皮书将中央对台对美的态度和看法 说得清清楚楚毫无懸念 统一是事在必行 在香港实践中的一国两制是最佳方针 至于民统还是武统 就要看有没有人搞局了 自2016年上台以来 蔡英文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和台独分子挟洋自重 不断地抛出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谋论 煽动反中仇中 在岛内全方位进行去中国化 操弄法理台独 为了实现台独幻想 蔡英文和民进党紧抱美国的大腿 从政治、军事、经贸等配合美国打台湾牌 积极充当美国压制中国的马前出 以为一美讨好便会换取美国对台独的支持 网图让自己由其子变作其手 蔡英文执意将台湾的命运 压在贪婪自私的美国反华政客身上 出卖的是不愿意打仗的台湾民众 台独和港独都不会有出路 蔡英文很应该看看香港揽炒派和港独分子的下场 他们被美国爹、英国爹用原积器最终亦都输得 一个个沦为气质 以此为鑑,有版你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下个铃铃呀 多谢大家